让长者不怕走不稳跌倒 也让听障者能够与人来沟通 辅具的功能五华八门 这需求也大大的增加 新竹县在琼林乡成立了第八处的服务点 民众能够透过社福人员 为伸障者咨询配饰的辅具 和就近来维修 省去了舟车劳盾 长者伸障者激励退化 最怕跌倒 主拐杖或是坐轮椅需求变大 让民众能就近得到专业咨询 和辅具资讯 县内第八处服务点 在琼林喜欢你日照中心启动 新闻签证府在我们前岸 基金会日照中心成立了便利站 相关辅具 这些老人辅具 还有身心障碍需求的人 都可以在这边做咨询 做维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德政 让我们的老人家 还有我们的年轻人 都没有忽顾之忧 14年来陆续开办 竹北竹东的辅具资源中心 以及关西新峰 北浦和武峰的辅具据点 丛林临近竹北和竹科 不少长者儿女到外地工作 行动需要倚靠辅具 便利站结合在地设服单位 由照服人员协助检疫咨询 包含适不适配 维修和检测等也建置重复使用辅具机制 辅具上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元 好比说我们最常知道的有轮椅 有拐杖 其实辅具还包括有厅葬的伙伴 他们也需要有一些辅具 一或是市葬的部分也都需要辅具 辅具上面有零零种种 包括说有生活辅具或是专业的辅具 这个种种我们都会希望说 也有辅具中心这边的专业也可以进入 让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民众都可以好好的运用这样的辅具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喜汉儿子可以在琼林乡这边 扮演这样子的一个咨询的角色 像是轴承生锈 橡皮圈阀脱落等常见问题 一般辅具使用七年 就需经常保养维修 辅具便利站让长者和生长者 不用在舟车劳顿到都市 也能找到最适合的辅具行动无碍